黎宾府在7月1日凌晨被人投砸土製燃烧弹 一个男人涉嫌纵火被捕 警方下午压界被捕的24岁男疑犯 回到马安山岂峰院的住所守证 爆炸品处理货人员也到场 碱走打边路器官、打火机和万用刀等的证物 警方说7月1日凌晨大约2点 疑犯向黎宾附近夏阿尼北道的斜坡 投砸一枚土製燃烧弹 落在附近的斜坡草地 随后发生爆炸 没有人受伤 警方在现场发现6罐打边路器官 和4瓶座燃剂 认为可以制作成土製燃烧弹 警方说案情严重 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并且谴责行为 它如果落到人烟囚码的地方 所造成的伤害可以有多大 在社会上仍然有一小撮 死心不息 明幻不灵的暴力人士 往往就想趁着起庆日子 进行袭击 造成恐慌 伤害香港社会 伤害香港市民 警方极度重视事件 说会不时留意黎宾府的保安 了解是否有需要改进 重新中火一经定罪 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无线电视记者何文军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